第381章 战主魂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王林盯着柳梅消失的方向 目入寒芒 这柳梅修为我看不透 显然比我高深 否则也不可能会成为朱雀子的徒弟 只是 此女接近我 到底有何目的 王林眉头紧皱 右手一挥 许云与刘薇二人 落在了几十丈万 王林不是善人 但看在通过二女 昏迷前后 表情判断柳梅真容的份上 没有把二女驱除 这柳梅没有趁我修为为恢复时出手 显然目的并非杀意 看似有情 实则无情的接触 透着诡异 绝非善意 王林目光阴沉 少请之后 她袖子一甩 转身走入洞府之中 盘膝坐下 修为已然不是障碍 只待原神彻底恢复后 便可一举恢复到化神中期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使原神恢复 恢复原神 需要寻找更强大的灵牙笼罩 如此才可强行恢复 王林沉阴片刻 目光一闪 身子一晃之下 消失在了原地 炼魂风下灵脉深处 王林的身影出现 她所在之地 乃是这炼魂风灵脉的最下方 在她左侧三百丈之处 就是那金色魂旗所在 这个距离 那魂帆内的 四麒麟妖兽主魂 无法波及 盘膝坐在这里 王林能感受到 四周的灵力威压 慢慢凝集而来 王林深吸口气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次 她没有吐纳灵力 而是专心一致的 借灵牙挤压原神 使得原神尽快收拢 时间慢慢过去 许云与刘薇早已苏醒 她二人看到自己所在之处 并非是洞府范围之外 立刻心底猜测 最终二人商议之后 便在苏醒之处 弄出了一个小洞府 就地打坐 这一日 王林正在疯狂地 借着整个灵脉的庞大灵威 挤压原神 忽然她猛地睁开双眼 目光露出一丝灵动 她的原神 虽说没有完全恢复 但比之几个月前 又提高了不少 此刻 她的脸上茶痕 只剩下了两块 王林目光闪烁 神石一扫 落在了三百丈外 那金色魂帆所在之地 此刻 只见一道虚影 漠然间出现在了魂帆外 顿时 黑雾中再出传出咆哮 那四七灵的妖兽 立刻翻滚涌现而出 巨大的胸目 散发阵阵嗜血之芒 吼 咆哮之中 那虚影立刻退后 飞快鸣食 王林神石一扫之下 立刻认出此人 她正是当日 青石大殿内的老者 只差一镜就可化神的 炼魂风大长老 该死 这十万魂帆 威力越来越强 以我的修炼速度 何时才能把这魂帆炼化 老者面色阴沉 那似麒麟的妖兽 看到老者后 并没有如见 王林一般主动攻击 双目露出 凶芒的同时 隐约有一股嘲讽闪烁 聂绰 老者目光一立 喝到 始祖当年有令 三峰之下镇压的三杆魂帆 有得者居之 早晚有一日 你定是老夫手中之物 好 妖兽鼻中喷出黑气 眼中轻蔑之色更浓 哼 老者一拍储物带 手中立刻多处 一杆淡金色的魂帆 他一抖之下 顿时好似无穷无尽一般的魂魄 立刻涌现而出 在这些魂魄之中 有一个原音后期的主魂 在主魂之后 则是数十个原音出 中期的复魂 在后面 则是密密麻麻修为 各有不等的复魂 万魂是 老者大鹤 手中魂帆向前一指 顿时四周的所有魂魄 发出阵阵刺耳的呼啸 漠然间向着那妖兽扑去 妖兽眼皮一抬 身子一动 好似闪电一般冲入魂魄之中 根本就不闪躲 而是张开大口 疯狂地吞了起来 那老者显然不是第一次与此受斗法 脸上没有丝毫金融 而是露出一丝决然 他看着一个个魂魄 被妖兽吞下 每吞一个 那妖兽的身体 便会大上一分 以他的修为 本 无法与这妖兽对抗 但他毕竟身邪恋魂之术 拥有万魂帆 如此一来 倒也可以勉强一战 少请 老者双手掐绝 迅速变化 顿时 他的双手立刻血红一片 一滴滴鲜血 从他手中的汗毛孔内 被声声逼出 渐渐地 老者神态凝重 在他身前 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血球 血界 老者声音低沉 话语脱口的瞬间 那血球立刻崩溃 轰的一声 化作点点血盲 漠然间把四周百丈之内覆盖 顿时 在妖兽的身体上 那些被他吞下的魂魄 一个个好似吃了大补丸一般 疯狂地钻动 想要从妖兽体内冲出 外界 也有大量的魂魄 在主魂的牵动下 不断地进攻 甚至于那些原因期的魂魄 彼此之间 居然还可以释放法术 如此一来 妖兽内外交换 立刻连连低吼起来 但他的目光之中 却是依旧露出浓浓的嘲讽 突然 那妖兽猛烈地咆哮一声 顿时 在其身下那金色魂帆上 立刻再次飞出一股黑气 这黑气瞬间变化 居然又形成一头妖兽 两头妖兽的样子 一摸一样 老者面色难看 他上一次与这魂帆斗法 便是在第二头妖兽出现后 不敌败退 此刻再次看到第二头妖兽 立刻目光阴沉起来 他再次一拍处无带 顿时手中闪烁黑芒 化作一个巨大的帆铃 这帆铃的把手 是一块紫木 上面天然存在着一些复杂的纹落 老夫以重宝从锁身封上 借了这锁身翻铃 就是为了对付你这第二妖兽 老者大喝一声 手中翻铃一抖 顿时阵阵当当之声传出 这些声波刚一出现 立刻化作一个个头声单脚 但却拥有人形的虚幻妖兽 咆哮中向着那麒麟冲去 两头麒麟妖兽 均都被困住 连连咆哮 老者露出一丝喜色 全力操控手中法宝 但 就在这时 又一股黑气 从金色魂帆内涌现 第三头麒麟 出现 老者不甘心地怒吼一声 这一次 是他进展最多的一次 逼出了第三头妖兽 但 今日 也是他最无奈的一日 之前他分析 这金色魂帆内 到底有几头主魂 原本以为是一个 可当他多年前 以魂帆缠住那妖兽 尚未定出胜负之时 居然又出现了一头 第二次来 也是败在那第二头 妖兽之上 这第三次 他下了大决心 换取了番灵 可是却苦涩地发现 原来还有第三头 如此一来 他不由得想到 或许第三头之后 还有第四头 第五头 第六头 难怪此番在这里多年 始终无人可以收取 老者暗叹 正要放弃 突然 一股庞大的神石 漠然间从四周降临 老者面色大变 他在这神石之下 居然连反抗之力都无法升起 这种感觉 只有当年面对一个化神老祖时 才感受过 只是 与当年的那种感受相比 此刻要浓上数倍不止 这定是一个化神老祖出关 老者身子一颤 立刻说道 弟子无道起 参见老祖 那神石横扫间 第三头妖兽 立刻惨哼一声 被一道道黑气缠住身子 咆哮着想要挣脱 哼 一声冷哼 从虚无之中传来 紧接着 一只大手 立刻画形而出 向着那金色魂帆抓去 这时 那金色魂帆 立刻无风自动 顿时 连续三头麒麟妖兽 立刻从其内幻化而出 向着那手掌咆哮而去 三头麒麟目中 闪现凶芒 引有一丝忌惮存在 那巨大的手掌 一拍一打之下 顿时一头麒麟惨哼一声 消散 化作无数魂魄 争先恐慌地向着四周 轰然散去 另外两头麒麟 则立刻扑上 与那手掌纠缠在一起 神石中冷亨再次传来 这一次 无数黑气 从四边八方呼啸而来 这些黑气相互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杆黑色的长枪 闪烁着阵阵黑色电光 向着麒麟刺去 以亡灵之前的修为 尚还无法对付此妖兽 毕竟当时他的修为 只不过恢复到原因中期 可现在 他的修为已然突破原因 可以说此刻的他 是一个没有意境的化神修士 比之真正的化神妻 虽说不如 但对付这妖兽 却是绰绰有余 金色魂翻内 此刻突然传出一声 比之所有麒麟更庞大的咆哮 顿时一道金色气息涌现而出 在这金色气息出现的瞬间 所有的麒麟妖兽 立刻身子一颤 砰砰声中 崩溃化作无数魂魄 向着那金色气息融合而去 在麒麟妖兽崩溃中 吴道琪惨哼一声 他的魂翻与法宝 都在与麒麟妖兽纠缠 此刻对方崩溃 带起一股庞大的反振之力 顿时让他身受重伤 他惊骇之下 正要避退 但就在这时 一个虚影出现在他身前 一指之下 吴道琪立刻身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 亡灵站在吴道琪身前 一抓之下 吴道琪的魂翻 与子木翻凌落在他的手中 他目光闪动 盯着那不断凝聚的金色气息 原来 这才是此魂翻的主魂 之前的那些妖兽 只不过是复魂罢了 那金色气息 吸收了所有的魂魄之后 一声震动 整个恋魂风的咆哮 从其内吼出 瞬间 一头全身散发筋芒 好似实体一般 没有任何魂魄虚幻感的巨大麒麟兽 出现在亡灵对面 本章完 第382章 收麒麟魂翻 小说 仙逆 作者 耳根 这麒麟兽的样子 与当年仙界灵天后的那只 除了颜色不同 几乎一摸一样 只是 在气息上 却远远没有见尊临天后的那只强大 麒麟残魂 王灵盯着此兽 右手隔空一抓 顿时一道道黑气 从四面八方飞来 在他手中 形成黑色长枪 那金色麒麟大吼一声 顿时一个巨大的金色光团 漠然间在其前方出现 一闪之下 向着王灵砸去 王灵手中长枪一抖 身子一动之下 一枪刺去 碰 一声巨响 四周的灵脉 出现阵阵军裂 王灵退后两步 那光团化作点点金芒 消散一空 有趣 灵天后的那只麒麟 虽是活物 但却没有了传承 无法施展法术 这残魂比之虽弱 但却可以使用法术 显然有传承记忆 王灵目光一闪 一拍储物带 顿时出现两个铃铛 他一抛之下 这铃铛立刻闪烁而出 向着麒麟笼罩而去 那麒麟身子一跃 前提高高抬起猛的踏地 顿时轰的一声 四周的灵脉 立刻崩溃 一股大力轰击而来 立刻使得两个铃铛轻颤 来势一环 王灵轻哼 身子漠然一动 手中长枪一抖 向前猛的一刺 轰隆声中 长枪化作一道黑芒 一闪之下 从那麒麟兽身体上 穿透而过 此兽咆哮一声 从穿透部位 散发出阵阵黑气 化作一个个魂魄 王灵二话不说 一拍储物带 顿时魂帆在手 一挥之下 那些魂魄 立刻向魂帆飞来 麒麟兽大吼 顿时那些飞出的魂魄 立刻被其一袭之下 重新回到了体内 王灵目光闪烁 右手在身前一挥 魂玄出现 与这麒麟兽 开始了抢夺魂魄的斗法 这么一阻碍 那两个铃铛立刻变大 瞬间笼罩而来 那麒麟兽咆哮中 双鼻之间喷出黑雾 化作两头身子略小的麒麟兽 向着铃铛扑去 王灵右手掐绝 立刻一道道静置呼啸而出 落在四周 齐齐暗向扑来的两兽 把其封印在内 被两个铃铛罩住收起 望着之前麒麟兽身体内 飘散出的魂魄 王灵目光闪动 他轻哼一声 喝道 孽楚 若是你有你先祖的本事 王某自然不敌 可现在 你只不过是由一丝 残魂凝聚而来的虚幻之身 破你却是不难 说着 王灵双手迅速 一道道残影 静置立刻脱离而出 落在那麒麟兽四周 好似一张粘稠的猪网 一般照下 那麒麟兽咆哮中 顿时挣扎 咔咔声中 静置崩溃 只是 王灵的双手 却是始终未停 一个个静置 疯狂地宣泄而出 不断地落在麒麟身上 渐渐地 王灵额头 満出汗水 数之不尽的静置 被他在短短的几席之间 全部打出 慢慢地 那麒麟兽的咆哮 越加剧烈 但他的身子 好似沉入了水中一般 变得缓慢起来 王灵目光一闪 他右手一摸除无带 棋内 飞出一面小棋 此棋为静翻 一抖之下 无数静气呼啸而出 一杆杆黑色长枪 在王灵身前 漠然出现 王灵嘀吓一声 一指之下 这些黑色长枪 瞬间向金色麒麟冲去 同时 王灵右手未停 迅速掐绝 打出一道道浑玄 他身影如电 游走间 一个个浑玄 接二连三的出现 无数黑色长枪呼啸中 向着金色麒麟刺去 麒麟双眼露出一丝愤怒 身子一抖 顿时在他四周 出现了十多个金色的光团 砰砰 数声巨响 静置长枪 与那些金色光团 彼此撞击在一起 同时消散 但仍然有一些长枪 刺入麒麟兽体内 顿时大量的魂魄散出 立刻被四周王灵之前 布置的魂玄窝 疯狂地吸收 麒麟兽大吼中 立刻剧烈地挣扎 身体上静置 顿时一一碎裂 王灵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 这只不过是麒麟兽 残魂幻化而出的虚体 居然也有如此威力 这残魂 几乎与化神后期大圆满相差不多 只需在滋养多年 便可达到应变期的实力 王灵目光阴沉 右手向前一抬 他手腕上的驱兽圈 立刻飞出 落在了一旁 砰的一下 化作射神车 此车之上的魂兽 经过红蝶一战后 已然处于虚弱的状态 但此刻 战车之上的魂兽 一看到麒麟残魂 顿时精神一震 双目露出滔天的贪忙 那麒麟残魂一看到魂兽 顿时低吼 好似遇到了天敌一般 居然不再挣扎四周的静止 而是目露战役 看到这一幕 王灵轻疑一声 他目光一闪 二话不说 右手打出一道灵绝 印在了战车之上 第一次 战车上的魂兽 是欢呼着呼啸而出 同样是第一次 他出现后 不带战车开启 甚至不去吞噬亡灵 而是疯狂地 带着无数黑色铁链 冲向麒麟残魂 麒麟残魂咆哮一声 四周再次出现 无数金色光团 漠然间挡在身前 阻止那魂兽的冲击 魂兽大吼着撞击而来 砰的一声 所有的光团全部碎裂 魂兽的身子 与麒麟残魂轰的一下 撞击在一起 顿时 两兽同时惨哼一声 魂兽 是冲击太猛 身子上的铁链 被拉得笔直 一扯之下 顿时吃痛 不得不退回 他猛地转身 大口向着铁链咬去 但始终无法咬断铁链 愤怒之下 此兽立刻向着亡灵咆哮起来 其意图明显 那麒麟残魂 则是不敌魂兽 身子上的静置 在撞击之下 顿时崩溃 他的的身子 立刻远远地被抛出 散发大量的魂魄 这些魂魄刚一出现 立刻被四周的魂玄 疯狂吸收 转眼间 便吸收个干净 金色麒麟的身影 不再如之前 那般凝食 而是变得虚幻起来 他盯着魂兽 目中露出不甘心之色 低吼着 但却不敢上前 他毕竟是残魂 若是全盛时期 不畏魂兽 但此刻 却是不如 麒麟兽被撞飞 他之前所在之地 顿时露出了 那杆金色魂番 亡灵目光一闪 毫不犹豫 立刻一闪而出 出现在那金色魂番旁边 正要一把抓向魂番 那金色麒麟顿时怒吼 莫然间扑来 亡灵冷笑 右手隔空一点 落在了战车之上 顿时 战车上 拴魂兽的铁链 立刻消散 没有了铁链拴住 那魂兽兴奋的地吼叫起来 身子快若闪电 立刻冲出 张开大口 向着麒麟 残魂吞去 那麒麟残魂 不甘心的大吼 无奈之下 放弃攻击亡灵 转身就逃 顿时 两兽在这四周 开始了追逐私斗 大量的魂魄 从麒麟兽身上散出 被魂玄吸收 亡灵一把抓住金色魂番 在他的手碰到魂番的瞬间 一股冰冷之意传进身体 游走数圈渐渐平息 亡灵眼露喜色 张嘴喷出一口心神精血 落在了金色魂番之上 迅速被此番吸收 且 亡灵一声大喝 抬手间那金色魂番 立刻从地面拔起 顿时 一股手臂粗细的黑气 从之前金色魂番所差之处 漠然间呼啸而出 直接穿透整个炼魂风 远远看去 炼魂风顶端 这黑气冲天而去 化作一圈圈浓密的黑芒 向四周扩散 在这一刻 整个炼魂风上的弟子 纷纷抬头 目瞪口呆地望着山峰之顶的黑气 他们之前已经听到阵阵咆哮 从山峰内部传来 但这咆哮中蕴含的力量极重 他们不敢去探查 炼魂宗三峰深处 那九道巨大的金环 漠然间轻颤 其中第八道金环之上 立刻出现一人 此人头发花白 一脸阴沉 盯着那黑芒 身子一动 正要去看看究竟 忽然他身子一顿 露出聆听之色 随后转身向着九道金环之后 那两道淡淡的血环 弯腰恭敬地说道 尊十足旨意 说完 他再次回到金环之内 消失无意 亡灵握住金色镜帆 一抖之下 口中喝道 麒麟主魂 收 顷刻间 那头被魂兽逼得连连败退 多次险些被吞的金色麒麟 立刻咆哮一声 身子化作一道金光 转眼间飞入魂帆之内 消失无意 亡灵感觉手中魂帆一震 内心惊喜 立刻把此番收好 这时 魂兽已然大怒 他对亡灵的恨意本就极深 此刻见到此人 居然把自己马上就要到手的 大捕之物抢走 立刻猛地转身 咆哮着吞来 亡灵虽说无法真正地操控魂兽 但封印此兽却可以做到 他神色平静 右手掐绝 一点之下 顿时一道道铁链 从战车上 漠然闪烁而出 立刻把魂兽拴住 在此兽的连连怒吼咆哮中 一点一点被拽了回去 消失在战车上 砰的一下 此车化为驱兽圈 亡灵没把此圈 戴在手腕 而是彻底封印后 放入除袋内 做完这些 他身子一闪 消失在灵脉深处 出现在炼魂风上 此刻 山峰顶部的黑气浓密 亡灵抬头望着那黑气 目光一闪 露出沉思之色 刚才的响动 定会引起 炼魂宗化神以上修饰的察觉 但现在居然没人来此 此事有意思 亡灵盯着那九道金环 尤其是在其后的两道血环之上 多看了几眼 此刻他虽说修为没有完全恢复 但却也不畏惧 即使应变修饰来此 他也可以撕开裂缝 以星罗盘离开 隐约中 他看到了一道沧桑的目光 透着一丝善意 在那血环内一闪消失 咦 亡灵目光闪动 两更这几天 状态略有恢复 感觉思路比较顺畅 不会再有大家看的郁闷的情节了 双倍最后两天再求一下月票 本章完 第383章 小友 老夫等你多时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此人是 血环中的目光一闪消失 亡灵沉吟少请 目光闪动 眼下是否留在这恋魂中 已然无关紧要 元神的恢复 除非有灵丹妙药 否则的话 只能在强大的威压之下才能收拢 办法不是没有 只是有些危险 亡灵看向抽破与锁神两风 沉默片刻 目光露出一丝坚定 她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流光 转眼间从恋魂风上横跃而起 向着抽破风飞去 在她身影飞跃间 一个妙慢的女子 站在恋魂风上某个角落 目不转睛地望着亡灵 她轻叹一声 自语道 恢复得好快 想要让她的道心中有我的身影 必须要先知道 她的道心是什么 可这段日子的接触 我一直看不透她的道心 王师兄 你的道心 到底是什么 王灵落在抽破风上 神石一扫 立刻找到一处洞府 她身影如电 漠然而至 那洞府内的是抽破风 修为除大长老外最高深的弟子 苏金氏 王灵的身影刚一出现 盘西吐纳中的苏金氏 猛地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一丝难看之色 王灵站在苏金氏的洞府 扫了此人一眼 平淡地说道 你可有抽破预见 苏金氏沉默少请 点了点头 他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也从未见过此人 不过此人身上的穿着 他一眼就看出 是练魂风之人 在练魂中 三风弟子可以相互交流 只有你有本事 哪怕把练魂三法全部获得 也并非不可能 苏金氏 在多年前 便去过练魂风 获得了一枚练魂预见 抽破预见我可以给你 只是我有一感练魂番 上还缺少三百多个死魂 便可成为千魂番 你拿出三百个死魂 我便给你一看 苏金氏咬牙说道 王林看了这苏金氏一眼 以他的身份 不屑去直接抢夺 右手一拍储物袋 顿时普通牵魂番在手 这魂番上的魂魄 共有两千多个 此刻他一抖之下 顿时有三百个飞出 王林左手一抓之下 这三百个魂魄 立刻被搓成一个 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 扔给苏金氏 苏金氏也是爽快之人 立刻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枚紫红色玉剪 交给王林 说道 师兄怎么称呼 清末 王林拿过预检 神石一扫 其内果然记录着 如何抽取生魂 而又可以保持其 不消散的一系列方法 最终还有 以生魂炼番之术 抽破之术 同样有三个神通 分别是定神 隐魂 与四谷 定神乃抽破之根本 若无定神 强行抽破 成功率并不高 只有施展了定神之术后 成功率才会大增 隐魂 便是真正的抽破之术 把生魂从活人体内生生抽出之法 至于最终的四谷 最为歹毒 是抽破风所有法术中 威力最大的一个 与炼魂风的 谢继其名 这四谷 便是以奇异之术 把生魂变成类似古的存在 从而杀人于无形 甚至于随着时间的度过 随着不断的炼化 最终会形成古魂兽 一头古魂兽 相当于修士杰丹七十里 若只是如此看 这四谷之术并不出奇 但 无数年前抽破风一个弟子 判出师门 就是以这四谷之术 改头换面后 横行四级修真国 最终自建宗派 号称丹魔道 此人不知以各种方法 把古魂兽炼化成丹 以死尸律器融入更增威力 最终形成绿丹 称之为绿丹大法 并以此法 成功修炼至化神境界 可谓是天纵奇才之人 绿丹与金丹不同 金丹只能有一个 而绿丹 没有数量限制 此人便是以这种 蜕变于四谷神通的法术 一生炼化绿丹数十万不止 一出手 便是无数绿丹自爆 威力无穷 即使是因变老怪 也对此人颇为头痛 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找他麻烦 毕竟数万绿丹自爆 威力已然惊天动地 若是把此人逼急了 全部绿丹同时自爆 威力太大 炼魂宗对此人 从没有追究过叛门之法 此事在当年 让很多人为之费解 最终 随着此人的失踪 渐渐地 此人慢慢消失在 历史的长河内 苏金氏看了王林一眼 说道 青木师兄 可是要去锁神峰 索要锁神御简 王林把抽坡御简收起 点了点头 苏金氏苦笑 说道 师兄还是不用去了 锁神御简 整个锁神峰上一个没有 那是只有化神老祖 才可以查看之物 锁神峰的弟子 实际修炼之物 与我们没有不同 他们那里 炼魂与抽破 均都有修炼者 王林神色如常 略一点头 身影一晃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他来到了锁神峰 随意找到一个弟子 问出了与苏金氏一样的答案 至于抽破与锁神两峰之下的灵脉深处 王林也在这一天之中前去探过 在这两个地方 只有锁神峰下 有一面魂帆 只不过这魂帆的威力不大 而且 其内魂魄优劣不齐 王林顺手之下 便取了回来 至于抽破丰下 则是空无一物 显然是不知多少年前 此地魂帆便被人取走 做完这些 王林抬头看了一眼三峰之后 九道金环与那两道血环 目光闪动 少请露出强烈的坚定之色 原神的最后恢复 就看今日了 今日 我要挑战练魂宗鹰变老怪 只有在鹰变老怪 比之灵脉 还要浓郁无数倍的威压之下 我的原神 在挤压中 才可以最终恢复 到了那时 我以星罗盘逃离 鹰变老怪想追 也追不上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露出一丝战意 他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长虹 向着远处的九道光环 漠然而去 同时他左手拿着十万金色魂帆 右手拿着九百九十九组静置的静翻 两番挥舞中 王林身影眨眼间 来到了那九道金环之外 身子刚毅临近 王林双手两番身前一舞 顿时左手魂帆内呼啸之声大响 金色麒麟咆哮而出 在他骑后 还是九头黑色类麒麟妖兽 在后面 则跟着无数黑风一般的魂魄 呼啸间 整个恋魂宗天上地上四周八荒 全部都被魂魄沾满 无穷无尽的呼啸之声 在这一刻 成为了 世间唯一的声音 这是王林第一次使用十万金色魂帆 威力之强 超乎了他的想象 那金色麒麟咆哮着 一头冲向九道金环 轰轰轰 数声震天惊地的巨响 金色麒麟连头身后的妇魂 齐齐撞在金环 九道金环立刻一晃 化作九个年龄各异的男女 这九人 正是练魂宗内九大化神修士 他们出现后 盯着那金色麒麟 眼中露出一丝震惊 金色麒麟退后两步 巨大的头颅一抖之下 喷出两道黑气 向四周散开 王林身子一送 站在了金色麒麟头顶 此兽略意犹豫 没有甩头 而是眼中露出阵阵凶忙 盯着那九人 好大的胆子 九人中的一个中年女子 此女相貌普通 修为化神初期 此刻阴冷地盯着王林 身子向前一动 正要出手 王林目光一扫 喝道 滚 滔 滔天的气息 从王林体内疯狂地宣泄而出 这气息太大 远远地超过了女子所能承受的范围 毕竟王林的修为 已然恢复了到了化神期 只差一几 但 她毕竟是战胜红蝶 明阳朱雀星的增牛 其修为与见识 远非寻常修士可比 这女子只不过是化神初期 当年她全胜之时 想要杀之 谁说不是手到擒来 但却绝对不难 更是杀了不少 杀过同阶修士 与没杀过同阶修士 意义绝不一样 此刻王林一声大喝 加上那滔天气息 顿时让那化神初期的女子 灯灯灯灯退后树步 面色苍白 一脸惊骇 随即 她立刻升起怒火 自从达到了化神期后 她还从来没有如此被人呵斥过 但瞬间 她强行把怒火压下 盯着王林 冷笑不止 能成为化神修士之人 岂能有吃傻之人 她想到 此人敢来此挑衅 定有其资本 另外不说别的 单单是那金色麒麟 便不是她可以对抗的了 你等九人让道 王林站在金色麒麟头顶 目光平静 缓缓说道 狂妄 九人中的一个轻袍老者 眯起双眼 冷哼一声 右手向前一点 顿时一道灵光漠然间出现 在半空幻化成一道铁链 抖动间 向着王林疯狂锁来 王林右手进翻一挥 立刻无数精气轰然而出 在她身前交错间 一把手臂粗细的黑色长枪成形 王林一点之下 此枪立刻冲出 砰的一下 刺中铁链 顿时铁链寸寸碎裂 长枪去世不缓 快过闪电 漠然间刺向那老者 同时 王林左手魂帆一动 脚下金色麒麟巨声咆哮 四周八荒的十万魂魄 在王林口中清吐 吞得瞬间 呼啸冲击而来 远远看去 此刻的练魂宗内 好似有一道庞大的飓风一般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血环内传出 小友 老夫等你多时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四章 三份大礼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说话间 一个身穿闭色长袍 头发急腰的身影 从血环内出现 一步之下 便来到了境前 此人的衣袍极为宽大 身子一动间 立刻盆开 此人面色发灰 看起来极为苍老 但目光 却是如浩月般明亮 他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 右手向身后一挥 你们九位 退下 一挥之下 顿时一股大力呼啸而去 九个化神修士 纷纷恭敬称氏 身影随力而去 转眼间消失在原地 王林目光一闪 眼中露出一丝战意 这老者的修为 他虽说看不透 但他可以完全肯定 绝对是阴变期 曾牛逍遥 老夫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两年 老者看向王林 眼中露出一丝奇异之光 王林几乎立刻便认出 这目光正是昨日所见 对于对方知晓自己身份 王林没有惊议 柳梅既然能找到这里 那么眼前这位练魂宗 因便十足可以知晓 不足为奇 今日你我相见 我先送小友一份薄力后 再详谈不迟 老者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陈阴少许 随后右手默然间抬起 一指练魂风 与其易改与王林交谈时的温和 而是变得灵力中 带着滔天的杀鸡与寒芒 缓缓说道 柳梅小辈 十膝之内滚出炼魂宗万里之内 否则 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 老夫也照样杀之 滚 炼魂风上 柳梅绝世的身姿 缓缓飘起 他望着老者 脸上露出楚楚之色 恭敬地轻声道 前辈 晚辈有失命在身 况且也没有惹怒于您 何必如此呢 王林始终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迅速把眼前知识分析起来 六夕 老者神情平淡 缓缓说道 前辈 晚辈若是就这么回去了 师尊定会责罚 师尊若问 晚辈只能如实诉说 柳梅轻叹 抿着下唇 低声道 四夕 老者目光露出一丝杀鸡 右手向虚空一抓 顿时一赶三丈多高的大旗虚影 出现在老者手中 这大旗仅仅是虚影 旗内就有难以想象的冲击力传出 柳梅面色第一次 大变 十亿尊魂帆 他盯着老者 银牙一咬 身子立刻消失 远远地离开练魂宗 老者看都不看柳梅消失之处一眼 而是转过身 望向王林 目光中露出一丝奇异之芒 笑道 憎牛小友 这份薄力如何 柳梅的存在 王林始终有芒刺在背 好似被一条毒蛇盯着一般的感觉 此刻这感觉随着柳梅的离去 顿时消散 王林苦笑道 此乃厚礼 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 如此行为 让在下没有喜悦 反倒有很多惶恐 眼前这位炼魂宗始祖 乃是极为有趣之人 王林心里已经想得极为透彻 柳梅之前能进入炼魂宗 若非此人同意 断然不可能 可这老者 一直都没把其驱散 反而今日 当着王林的面 一举把柳梅赶出炼魂宗 如此一来 便是告诉了王林 她炼魂宗 已经与朱雀子撕破脸面 这一切的缘由 便是为了她王林 这不是薄脸 老者哈哈一笑 说道 得罪朱雀国倒不至于 如今的朱雀子老了 也未必 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她效力 王林沉默少请 望着老者 说道 前辈有何吩咐 但说无妨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笑道 不急 刚才只是第一份礼物 我现在 送你第二份礼物 曾牛 你元神恢复在即 来找老夫 不就是为了借助薇压 使得元神可以加快恢复吗 老夫的第二个礼物 便是助你完全恢复修为 说完 她不带王林说话 立刻目中闪过精芒 漠然间 一股笔质灵脉 薇压强大无数倍的灵薇 忽然从她身体上涌现而出 直接压在了王林身上 够不够 王林身子一震 这微压铃身下 她立刻有种被无数山峰死死压住的感觉 连续的清脆声响在她身体上传出 体内元神碎片连接之处的缝隙 正在慢慢地缩小 但这速度 还是太慢 不够 王林咬牙说道 老者目光奇异之芒一浓 整个长发无风自动 缓缓地飘起 她宽大的一袍立刻膨胀 传出阵阵连绝之声 顿时 比之刚才要大出十倍的灵薇 轰然间降临 四周的虚空 顿时出现阵阵啪啪之声 出现了一圈圈细腻的军裂痕迹 迅速向四周扩散而去 如何 王林的全身衣服 被从汗毛孔内压出的血丝浸透 她双目通红 脸上青筋高高鼓起 两块茶痕 迅速消散了一块 此刻的王林 清晰地感觉到 身体内的元神碎片之间的缝隙 迅速收拢 有一小半 已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相互融合 一股舒爽之感 立刻从她体内传出 缓解了身体 被凌微挤压之感 不够 王林深吸口气 缓缓说道 哦 好 曾牛 老夫已经有二百多年 没有使用应变器的仙力 这第二份礼物 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 老者哈哈一笑 毫不犹豫地调用了体内的仙力 瞬间 一股与刚才凌微截然不同的威压 降临 这威压 带着仙气 在瞬间 让王林想到了 仙界碎片崩溃的那种 好似天威般的感觉 她身体顿时一阵 原神以极快的速度 疯狂地连接 无息之后 她脸上最后一块茶痕 崩溃 在这一刹那 一声长啸从王林口中传出 她双目闪动明亮到极限的光芒 如同黑夜之中出现的太阳一般 全身的灵力 轰然间流转全身 原神完全恢复 融入到身体各处 种种酸麻质感立刻涌现 但瞬间 便成为了一种 好似被限制了很久 最终释放后的舒爽 王林长孝 身子一阵之下 孙太的封印 随之崩溃 她的修为 再次回复到了化神中期 甚至比之当年 还有更为精进 多谢 王林对着老者一抱拳 认真地说道 老者望着王林 眼中赞赏之色更浓 哈哈笑道 现在谢我 言之过早 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三份礼物 你可敢要 王林深吸口气 此刻的她 随着修为的恢复 不知不觉有了一股 僻逆天下的气息 微微笑道 有何不敢 她心底明朗 这炼魂宗始祖下了 如此大本钱 定是有事寻她帮助 虽说她想不到 以对方应变 七修为 会有什么事情 需要她来帮助 好 曾牛 老夫这第三份礼物 便是帮你 把修为一举 达到化神后期的巅峰 至于意境 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 这点 老夫无能相助 老者说着 身子一动 飞行远处血环 王林略一沉吟 二话不说 紧跟其后 血环外 老者右手隔空一抓 顿时 那敢三丈多高的巨大魂帆 立刻再次出现 这一次 依然还是虚幻 这是炼魂宗至宝 十亿尊魂帆 正是有了此宝 老夫虽说是应变后期 但却也敢与问鼎一战 至于其内原因 老夫日后再与你详谈 你只需记住 此宝 是我炼魂宗之根本 此宝在 我炼魂宗不灭 此宝碎 我炼魂宗将亡 现在 我便以此魂帆内的魂力 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身后期 老者目光闪耀刺眼光芒 看向王林 贺道 盘膝坐下 王林看了老者一眼 二话不说 盘膝坐在虚空 以对方的修为 若是想要动手 实在没有必要进行前面那一番做作 只不过 王林的谨慎之心 却始终没有放下 只需稍绝不妙 他便会立刻以星罗盘逃离 老者手中三丈大翻一抖 其内立刻传出阵阵咆哮与呐喊 紧接着 一个个人形魂魄 从其内漠然飞出 转眼间 十个魂魄 立刻分散王林左右 这十个魂魄 全部都是散发紫金之色 气焰滔天 王林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这十个魂魄 竟然全部都相当于 因变修为 难怪以此番 可以对抗问鼎修士 王林此刻 有些明悟 憎牛小友 此番之上的所有因变修士 是我练魂无数年来 每当有因变先祖临终前 都会放弃肉身 放弃神志 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 来寄陷此番 若有一日 老夫归息 你也要记住 把老夫的魂魄 收入其内 老者声音低沉 缓缓说道 老者的最后一句话 说得莫名其妙 听得王林心神一震 心底有了一丝明悟 就在这时 十个因变魂魄身体 漠然间散发紫金之芒 这光芒浓药 把整个天地全部笼罩在这光芒之中 一股浓稠一般的灵力 根本就不用王林吸收吐纳 自动从十个魂魄内扩散而出 形成一道光线 连接在王林身体 以此光线传递进入他的体内 半空中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十个紫金魂魄上分别出现紫金光线 这些光线交错的中心 便是王林所在 王林体内的灵力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的增长 转眼间便比之以往多出了一倍 而且增长没有停 还在继续 两倍 三倍 四倍 一直到八倍 还在增长 曾牛 记住老夫的名字 顿天 你能吸多少 就吸多少 老夫绝不吝啬 最后一天双倍 求月票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五章 云雀子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顿天 这二字传入王林耳中 他双目顿时一凝 但此刻 他无暇去深思 而是全心全意感受着体内灵力的增长 磅礴的灵力 从十个紫金魂魄内 疯狂地涌现而出 顺着光线迅猛地 钻入王林体内 在他的经脉之中 呼啸游走 王林感觉全身的汗毛孔 在这一刻全部张开 一丝丝隐藏在体内最深处的浊气 迅速逼出 阵阵清零之感 好似阳春三月的微风拂面 让人感觉脱沉一般的舒爽 少请 王林感觉到 身体内的灵力 已然达到了饱和 无法再吸收更多 他的修为除了意境上停留在化神中期外 灵力已经突破中期 成为了化神后期的大神通者 对于王林来说 他的意境之威本就极强 中期之时便可与红蝶绝情意境后期一战 此刻 他虽说意境没有脉步 但随着灵力的增长 他的实力却是强大起来 此刻的他若是再遇到红蝶 一战之下将会比至当年容易无数倍 红蝶在他的眼中 已然无法形成危险 王林双目闪动 望着四周的紫金魂魄 略有沉吟 顿天看了王林一眼 哈哈笑道 憎牛小友 这第三份大礼 你可惜够 王林沉默少请 这顿天十足送自己三份大礼 所图绝非简单 但此刻自己既然已经接收馈赠 便不能拒绝 那种反悔的伎俩 王林不懈而做 不过 以王林的性子 既然决定相助 那么自然在接受礼物上 不会让自己吃亏 前辈 我能吸多少 就吸多少 是吗 王林目光平静 望向顿天十足 没错 曾牛小友 今日这第三份大礼 老夫绝不吝啬 顿天哈哈一笑 颇为豪爽地说道 王林点了点头 闭上了双眼 这小家伙 现在体内灵力已经饱满 即便是吸 也不能吸太多了吧 顿天不知为何 看到王林闭上双眼后 隐约有一丝不妙之感 本尊 我们一起歇 王林闭目 心底默默呼唤 这呼唤 跨越了距离 跨越了边境 此时此刻 楚国现一之地外的山谷地下 王林的本尊 漠然间睁开双眼 本尊的眉心 两个紫色星点不断地旋转 缓缓而动 本尊与分身 实际上早就没有了主次之分 可以说 分身是王林 本尊也是王林 一分为二 当两者融合在一起 便是真正的王林 通过一丝奇异的联系 就如同当年王林分身修为废弃 原神崩溃后 本尊也身受重伤一样 此刻 通过这一丝奇异的牵引之力 磅礴的灵力 以王林分身为中转 疯狂地被本尊吸收 本尊的吸收 比之分身要强大无数倍 毕竟他修炼的乃是真正的古神诀 古神正是以吞噬灵力为生 王林分身四周的十个紫金魂魄 此刻顿时一阵 但见一股庞大的犀利 从王林体内传出 紧接着 那十条紫金光线 莫然间粗大了数倍 更多的灵力 瞬间涌来 这是一个转变 由开始紫金魂魄 强行把灵力灌输 到现在 王林主动吞噬 这一转变 顿时让顿天眼睛一瞪 他脸上肌肉抽搐几下 露出心痛之色 十夕 仅仅十夕的时间 十个紫金魂魄的灵力 便几乎有一大半 被疯狂地吸收一空 顿天面色极为难看 有心阻止 但想到刚才自己的豪言 不由地暗叹一声 以他的修为 自然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个憎牛 绝对拥有分身 现在这番行为 是与分身一同吸收灵力 楚国的本尊 全身涌现浓郁的灵力 渐渐地 一丝丝金光从他体内散出 形成一道道丝线 把全身包裹起来 少请 一个巨大的水晶玉剪 出现 本尊盘西坐在玉剪之内 眉心之上的心点 慢慢地多了一个 闪烁中渐渐凝时 王林不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 此刻 他睁开双眼 停止了吸收 顿天松了一口大气 连忙右手三丈大棋一挥 十个紫金魂魄 立刻飞入大棋内 消失不见 顿天苦笑地望着王林 摇头说道 曾牛小友 你还真不客气 王林目光明亮 站起身子 感受着身体内那庞大的灵力 转头遥望雪玉国的方向 眼中露出一丝寒芒 王林的性格较为极端 你不惹我 我也不会主动惹你 可一旦你若出手 那么我便十倍 百倍报复 他 始终还是那个牙子必报之人 李元峰 王林眼中寒芒收起 看向顿天 抱全恭敬地说道 多谢前辈三分大礼 如有何事 但说无妨 晚辈定尽全力做到 以王林的性子 能说出这番话 显然对这顿天老者 极为感激 顿天微微一笑 心中之前那点不快 烟消云散 他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对方这一句话 曾牛小友 老夫送你三礼 所谋之事极大 原本你若不来我炼魂宗 我还打算外出寻你 王林看着顿天 笑道 晚辈之前已经听说 好似传闻 在下杀了炼魂宗一位化神修士 所以前辈 要去找在下质问 顿天摇头 笑道 此乃掩人耳目之举 老夫若无缘无故去找你 难免会惹人注意 所以放出风趣 说你杀了我炼魂宗一个化神修士 如此一来 老夫再去找你 理由充足 不会太过让人留意 王林目光一闪 对方如此谨慎 指明要找自己 却是有些莫测 顿天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一丝赞赏 少请 他深吸口气 缓缓说道 曾牛小友 你可知朱雀国占据朱雀星 无数年来 为何到现在为止 只有不到十个五级修真国 他没有让王林回答 目光露出一丝无奈 说道 当年朱雀国来临朱雀星之时 其国内共有六个宗派 而后六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 形成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国 同时 对于这六宗派的赏赐 则是让六宗派的核心弟子 自成一国 封号五级 这便是最早的一批五级修真国 只有六个 我炼魂宗 便是其中一个 王林目光平静 不动声色 顿天抬头望着天空 语气平淡地说道 事态变迁 岁月一晃而过 无数年来 每当有一个五级修真国 将要达到突破的边缘之时 便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朱雀国 不会允许在朱雀星上 诞生第二个六级修真国 我炼魂宗 我炼魂宗 这无数年来 有三次机会 可以达到六级 但每次 都毁于一旦 如今 更是早已失去国境 只能成为一宗而存在 亡灵沉默 成为六级修真国 是我炼魂宗第一代始祖的梦想 更是历代炼魂宗所有人的梦想 无数年前 久远到朱雀星上 还没有任何一个修士存在 朱雀国 还仅仅是四圣星上的一个五级修真国 在其国内六大宗派齐心合力之下 历尽艰辛万苦 这才成功 一举成为六级修真国 脱离了四圣星的束缚 受修真联盟赐予这朱雀星 当年 我炼魂宗内 问鼎修士便有三个 其余五个宗派 更是分别 都有数个问鼎修士 当年的朱雀国 何其强大 可惜来到这朱雀星后 却发现 此地并非良土 在这里 居然有一种奇异的种族 他们擅长使用符文之力 强大无比 那是一场厮杀 一场持续了无数年的厮杀 我炼魂宗的十亿尊魂番 便是在这场厮杀之中 才得以达成 最终虽说胜利 但这朱雀星 却是残破不堪 朱雀国的实力 更是下降无数层次 问鼎修士 损落多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六宗派形成六个五级修真国后 朱雀国的第一任朱雀 成立了朱雀山 作为整个朱雀星的中心控制点 此后 便是所有五级修真国的噩梦 历任朱雀的使命 便是阻止任何一个五级修真国 晋升至六级 因为此时的朱雀国 仍然还没有从那场大战中恢复过来 嘿嘿 整个朱雀国只有四位问鼎修士 何其弱小 他怕五级修真国反克为主 他怕朱雀星不保 王林沉默 少请之后 说道 前辈 你所说这些 与晚辈有何关系 晚辈只不过是一个化神七修士而已 顿天目光一宁 望着王林 一字一字地说道 有关系 哦 王林抬头看向顿天 你是云雀子选取的四个朱雀继承人之一 顿天缓缓说道 云雀子 王林眉头一皱 顿天右手一翻 手中立刻多出一物 这是一个木雕 索克之人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双目炯炯有神 是他 王林一震 面色古怪起来 这木雕 正是他当年为送他草帽的邋遢老头所雕 那老头秀为通神 当年王林便心中怀疑 此刻算是有了答案 他便是云雀子 朱雀的师弟 顿天望着木雕 叹息道 这木雕是你所刻的吧 与云雀的样子 真像 你送我三份大礼 便是因为他吗 王林的面色 更加古怪 一部分顿天抬头 双目闪动奇异之芒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六章 六集修真国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即便是云雀亲自传念给我 我若不喜 直接帮你把柳梅驱除便是 后面两份礼 不会相送 顿天盯着王林 目中奇异之光越来越浓 曾牛也好 王林也罢 小友 我练魂宗来到这朱雀上后 到现在为止 一共出过三十六个鹰变修饰 他们的魂魄 全部都在魂帆之内 我是第三十七个 我的师兄 是第三十六个 王林神色一动 抬头看了一眼 不远处那两个血环 小友 不用看了 我师兄两年前 以寿缘断绝而亡 此事整个朱雀星 即便朱雀也不知晓 顿天缓缓说道 王林沉默 小友 我问你一句 你可愿意真正地 拜入我炼魂宗 成为我炼魂宗 下一任接班人 并以感悟意境 发下心事 有朝一日 使我炼魂宗 可以成为六级修真果 顿天目光奇异之色 更浓 盯着王林 一字一字地说道 为什么是我 王林没有 立刻回答 而是反问道 云雀的原因 是一部分 但更多的 却是源于我的师兄 曾牛小友 我师兄的意境 不具备任何攻击 但他的意境 却是整个朱雀星 唯一的存在 甚至于在其他修真心上 也绝对极为罕见 顿天目中 露出一丝尊敬 他的意境是预知 他的寿缘 原本还有百年 但两年前 师兄放弃寿缘 全力催发意境神通 想要为我炼魂宗 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 可惜 最终还是失败 王林眉头一皱 等待对方下文 若是对方说什么 他师兄算出 自己是未来 炼魂宗的希望之类的言辞 那么王林断然 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顿天目光炯炯 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一丝疯狂 又道 我师兄虽说失败 但在他死亡的瞬间 却正是 你来到了 我炼魂宗山门之外的一刻 王林一正 这或许是巧合 或许只是老夫的一意孤行 但老夫的寿缘也快要断绝 无法再等 我只能赌一次 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 把你带来 顿天眼中露出一丝苦涩 他的内心 实际上早已知道 这一切 很有可能是自己自欺欺人罢了 炼魂宗目前已然后继无人 我虽说魂帆在手 不畏惧朱雀来临 敢与他一战 可我一旦身亡 那么炼魂宗 就彻底完了 魂帆 定会被朱雀拿走 没有了魂帆 炼魂宗 王 王林沉吟少许 抬头说道 我若答应 你的魂帆便给我 顿天十足点头说道 我的寿缘断绝日 便是这魂帆给你之时 六级修真国 王林摇头 苦笑道 以晚辈的修为 此事难度太大 顿天叹息一声 说道 曾牛 我只剩下十年寿缘 十年内 我可保你平安 十年后 就要靠你自己了 成功与否 你记住我顿天的言辞 记住我炼魂宗 对你没有任何凶险恶意 反倒送你魂帆之恩 就可以了 王林沉默 许久之后点了点头 说道 我尽力而为 顿天双目明亮 望着王林 哈哈一笑 右手一拍储物带 顿时一枚金色玉碱飞出 甩向王林 我炼魂宗 没有什么凡理苏杰 这玉碱上记录了锁神之法 此法乃是操控十亿魂帆之术 此术 是我炼魂宗之核心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 王林抓住玉碱 神石一扫 放入储物带内 此番是了 老夫要闭关一次 为十年后自身魂魄 进入魂藩内做好准备 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 否则一旦遇险 老夫担心来不及赶去 顿天沉声道 王林微微一笑 说道 无妨 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无 也就不会活至如今 前辈闭关就是 晚辈还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 待全部处理完后 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 赶回炼魂宗 顿天看了王林一眼 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说道 你记忆间 老夫便不再多说 你去吧 说着 他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长虹 消失在了血环之内 王林恭敬的一抱拳 转身踏步间 消失在了原地 走出了炼魂宗 黑夜 王林的身影好似流星 即是在天地之间 他一头长发随风而动 目光闪烁明亮之芒 顿天所说之事 他并非全信 王林毕竟不是刚入修真界的愣头 不可能过于相信这种奇遇之说 以他的年纪 所经历之事太多 但此事显然不是眼前便可断明之时 待日后看顿天是否把魂帆交给自己 便可一望而知 李元峰 他眼中杀鸡一闪 速度更快 两年前的祖杀 使得王林险些身亡 修为遗落千丈 此刻他修为恢复 第一件事情 便是去杀了这里元峰 强行提升至阴变七 这里元峰可以说是阴变七中最弱的一个 本尊达到三星古神 我与本尊合体之后 可以与此人一战 王林目光闪动 身影消失在黑夜之内 一个月后 楚国境内山谷外 周如正在与小白玩耍 雷蛙趴在地上 铁岩则盘膝打坐 他的修为 已经无限接近画神 近日来 更是有很多感悟 处于凝结自身意境的边缘 忽然 雷蛙猛地睁开双眼 巨大的双目 看向山谷外 但见一个白衣青年 面带微笑 缓缓走入山谷 宝塔之上的问鼎意境 对此人没有任何影响 周如使劲揉了揉眼睛 立刻欢呼一声 从小白身上跳下 向王林跑去 大声喜悦道 叔叔 叔叔 王林哈哈一笑 抱住小周如 目光看向铁岩 铁岩此刻站起身子 恭敬地说道 见过恩公 铁岩 你化神在即 去楚国都城寻一间居所 感悟人生吧 三年内 你定可化神 王林说道 铁岩脸上无喜无悲 但双手却是有些颤抖 低声道 真的吗 好 说着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周如 又看了他四周 咬牙之下 身子一动 消失在原地 叔叔 大老虎呢 你当初走的时候 答应我的大老虎呢 周如抱着王林 开心之中连忙问道 小白一直竖着耳朵 此刻心里不由地激动起来 按道虎爷我的苦日子 终于到头了 那小魔头有了新的宠物 应该就能把我放了吧 想到未来的美好生活 想到山里的几头许久未见的母老虎 小白不由地心里激动起来 大老虎 王林摸了摸鼻子 此时他的确忘记了 这一行所经历太多 周如 崛起小嘴 说道 叔叔你当初走的时候 还说不会忘记 小白听到这里 感觉眼前一黑 满心的激动 顿时化为云烟消散 悲愤之下 不由地暗叹 自己的命运太过曲折 王林苦笑 摸了摸周如的头 说道 好了 叔叔这次回来 带你去个地方 到时候为你抓个大老虎 不就行了吗 周如小孩子心性 一听说离开这里 立刻高兴地说道 去哪 叔叔 你要带我出去玩吗 叔叔去找一个固人 王林眼中一丝杀鸡 微不可查地一闪而过 小白身子一震 内心再次生起希望 这一次的希望 比之刚才更大 他内心 暗道 这一大一小两个魔头要走了 他们一走 自己就立刻自由 想到这里 他身子不由地更加激动起来 小如 你进入宝塔 此行所去之地太远 你在里面安全会有保障 听话 王林说道 周如连忙乖巧地点头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他一听说可以出去 立刻开心得不得了 小白 你跟我一起走 小白被吼一声 满心期望再次破碎 他拉耸着脑袋 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远处的山林 好似在那里 有几头母老虎始终等他一班 最终 在周如的拍打下 与他一起 进入了宝塔内 王林右手掐绝 一点宝塔 顿时此塔迅速变小 落在他的手中 珍重地收好 做完这些 王林深吸口气 右脚在地面一踏 顿时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地底深处传来 与此同时 地下的身在玉检之内的本尊 猛地睁开双眼 一动之间 直接破解而出 从地底直冲而去 在他的眉心 三个紫色星点 不断地旋转 散发妖艺之芒 本尊出现在王林身前 二人相互对视一眼 身子同时移动 瞬间 相互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人 这 才是真正的王林 本尊炼体在外 分身内羞在里 一股蛮荒中 带着微压的气息 在他身体内 缓缓地散出 这一刻 天地色变 天空忽然闪烁雷鸣 轰隆隆中呼啸而过 痘大的雨滴 从天而降 落在地面 发出沙沙之声 雨水中的王林 好似一尊魔神般 遥望雪玉国的方向 雪玉国李元峰 巨魔族老祖 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泰 我王林此番修为恢复 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 王某一一找你们计算 这第一个要报复的 便是李元峰 看看到底是你强行提升的 应变七厉害 还是我本尊分身 融合唯一的修为强大 本章完 第387章 一字之威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王林目光闪烁寒芒 他右手一点眉心 天逆珠子 缓缓飞出 他双目一闪 轻拍储物带 顿时一块闪烁青芒 拳头大小的结晶 出现在他的手中 此物正是当年 与红蝶一战中 王林在那朱雀山 长老眼皮子底下 生生抢来的一半木铃 金木谁活土武铃 天逆珠子 只差金灵 与一部分木铃 便会彻底圆满 按照当年司徒男所说 五行圆满之后 此珠子便可认主 从而发挥威能 这一天 快了 王林将手中 木铃结晶 扮向天逆珠子 二者相碰的瞬间 木铃结晶顿时消融 被吸入天逆珠子内 眨眼间 天逆珠子上的树叶花纹 立刻诡异地变化起来 一片片展开 最终达到了圆满 只差金灵 王林目光闪动 遥望雪玉国的方向 自语道 金灵暂且放在一旁 李元峰 我王林 来了 他收起天逆珠子 身子一跃 落在了雷蛙头上 笑道 老伙计 咱们走 雷蛙欢呼一声 身子一蹬 顿时地面轰的一下 出现无数军裂 雷蛙的身子 好似从地面冲出的流星 瞬间腾空而起 王林哈哈一笑 一拍橱物袋 文兽飞出 他刚一出现 便立刻呼啸一声 巨大的口气 一口向着雷蛙刺来 雷蛙眼皮一翻 舌头快若闪电一声 与文兽戏耍起来 王林坐在雷蛙背上 看着两兽玩耍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抬头望向雪玉国方位 笑容不变 但却蕴含了无限的冰冷 雪玉国 昔日的四派联盟 原本碧律青野之地 此刻放眼而亡 竟是白芒 成为了雪原 阳光晃在地面的雪上 散出刺眼的光束 若是看时间长了 便会双眼刺痛流泪 甚至失明 也是寻常之事 生活在雪玉国的凡人们 自有一套保护眼睛的方法 随着雪玉国生至五级 渐渐地 整个雪玉国 越来越繁华起来 在雪玉国的中心位置 有一座冰雪神殿 这里 是雪玉国最神圣之地 此国唯一的一个应变修饰李元峰 便是常年在此地闭关 自从上次被孙太仙雷所伤之后 李元峰的伤势 便恢复缓慢 他毕竟是强行提升至阴变期 身体修为不稳 此番受伤没有跌落境界 已然是万幸 在冰雪神殿内 李元峰的身体四周 放着数个巨大的冰块 散发阵阵仙气 以此疗伤 对于李元峰来说 还是不够 这两年来 他多次派人去朱雀山联系红蝶 想要从红蝶那里 取回一些仙玉 以便自己疗伤 可是每次 均都是被拒之门外 李元峰颇为不解 久而久之 心中猜疑之时 也难免会有些怨恨 毕竟他之所以受伤 是杀增牛所致 这一切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红蝶 两年的时间 他的伤势 渐渐被强行压住 按照他的推测 还需一年左右 才可以完全恢复 雪玉国边界 这一日 一个白衣青年的身影 缓缓走近 他遥望着雪玉国 眼中露出一丝回忆 四派联盟 王林轻叹 身子一动 消失在原处 雪玉国京都所在之地 正是当年四派联盟的都城 在这里有一条街道 留下了王林几十年的身影 这一日 在这条街道上 王林出现 他望着四周熟悉的一幕幕 脑中不由地想起了 大牛父子三代人 许久之后 他眼中露出一丝惆怅 远远地走开 冰雪神殿内 李元峰正在打坐 漠然间他猛地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一丝金光 抬头看向殿外 李元峰 在大殿外的青石广场上 此刻寒风阵阵呼啸而过 卷起层层雪花 四下飘散 在那寒雪飘散飞舞之中 一个虚幻的身影 慢慢向从远处走来 那身影越来越凝实 最终在大殿门外石杖 献出王林的身影 此刻的王林 面色冰冷 双目平静 目光落入大殿内 那一脸震惊的李元峰身上 李元峰 双目猛地一缩 盯着王林 少请 他阴森地说道 曾牛 他表面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难掩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曾牛明明被自己意境所伤 可短短两年 居然不但全部恢复 而且现在看去 其修为 竟然突破了化神中期 达到了化神后期 两年的时间 对于修真者来说 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这短短的时间 对方能做到这不可思议的一步 如何能让李元峰不惊 就在这时 忽然三道残影 迅速出现在大殿内 站在了李元峰与王林中间 这三人军都是年迈老者 两男一女 大胆 敢闯我雪玉国冰雪神殿 其中一个老者 大声喝道 曾牛 那老玉 目光一寒 盯着王林 王林神色冰冷 脚步向前一踏 轰一声巨响 但见王林所踏之处 漠然间出现无数军烈之蚊 疯狂地向前方蔓延 转眼间便延伸至大殿内 碎 王林口中倾吐 顿时轰隆隆声中 整个大殿默然间有一半坍塌 化为飞灰消散一空 三个老者立刻面色大变 顿时被一股大力仙动向四周退去 其中一个老者 眼露不可思议之色 直勾勾地盯着王林 师声道 你莫非达到了 阴殿不成 王林看都不看着三人一眼 他的目光 一直盯向李元峰 身子向前移动 快若闪电直奔李元峰 三个老者立刻大喝 身子一闪出现在王林身前 仕途阻拦 王林目光露出寒芒 脚步向前一踏 一步之下便出现在一个老者身前 又拳一挥 直接落在此人胸口 碰 老者胸口深深地凹下 喷出鲜血 身子好似流星被远远地抛开 弃绝身亡 就连其元神也在这一击之下 来不及离开身体 被生生震碎 这便是本罪与分身融合后的力量 一个化神中期的修士 一击 便亡 其余二人惊骇之下 立刻止步 王林看不都看剩余二人 再次向前一踏 向李元峰走去 李元峰面色阴沉 双手掐绝 向着四周八块聚兵一点 顿时这八块聚兵立刻挪移 把他的身子包裹在内 形成防护 王林冷哼 一拳挥舞而去 落在了冰块之上 砰砰 连续数声惊天动地的声响 漠然间传遍大半个血浴国 李元峰身体外的冰块 顿时出现军裂 轰然间化作无数碎冰 向着四周积散而去 巨大的冲击力 顿时使得半座冰雪神殿 彻底坍塌 李元峰的身影 在冰块碎裂的一刻 漠然间冲出 飘在半空 长发无风自动 盯着王林 喝道 曾牛 今日你死定了 王林抬头 看向半空的李元峰 平静地说道 今日我要拿你练魂 李元峰双手掐绝 漠然间向前一指 顿时一道巨大的茶痕 出现在他的身前 他大喝一声 向前一推 顿时此茶痕立刻疯狂地向着王林落下 王林目光闪烁战盲 右手握拳 瞬间向前挥舞而出 隔空与那茶痕撞击在一处 碰 半空中落下的茶痕 顿时崩溃 李元峰的身子 好似被一股大力击中 漠然间后退出十多丈 面色阴沉中 更多的确是惊骇 王林的身子 在地面退出三步 每一步 都使得轻蚀大地出现无数军裂碎纹 二人之间的战斗 已然引起了整个血育国修士的注意 血育国境内 不算死去的那个老者 以及在场的二人 一共十七个化神修士 迅速从四面八方以极快的速度 疯狂地挪移而来 对他们来说 李元峰是整个血育国的宗主 有他在 血育国是五级 一旦他死了 血育国短时间无法再出现因变修士 那么等待血育国的 将是国籍跌落之危 几乎眨眼间 所有的化神修士一一来临 这些人出现后 二话不说 纷纷拿出法宝 正要全部轰击而出 王林眼中平静 口中直吐一字 滚 一字吐出 初始上还微弱 但几乎转眼间 这声音便好似春雷一般轰然乍响 带起无数回音 好似从天而降的天怒一般 滚滚滚滚滚滚 这声音惊天动地 轰隆隆中疯狂地传递开来 此声乃是古神之声 古神之怒 古神的第一次全力怒吼 天空的云层 在这一刻 轰然间消散一空 更是有无数空间裂缝 漠然间出现 好似崩溃一般 大地在这一刻 好似被一双大手撕裂的白纸一般 传出阵阵咔咔巨响 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瞬间撕裂开来 天崩地裂 那些准备出手的化神修士 一个个身子好似被大力轰击 眨眼间喷出鲜血 一个个迅速击退 脸上露出惊骇到极点之色 面色苍白 再也不敢出手 一字之威 王灵深深地吸了口气 分身与本尊的融合 产生了一种变异 这种变异古往今来 从未有过 此刻的他 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化神后期修为 掌握了生死意境的三星古神 也可以说是一个拥有了三星古神肉身 掌握了生死意境的化神后期大神通修士 李元峰面色极为难看 他盯着王灵 内星第一次把此人真正的当成了自己的对手 刚才对方的一字之威 丝毫不弱于应变修士 本章完 第388章 最弱的应变与真正的亡灵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李元峰深吸口气 缓缓说道 曾牛 你我之战不要搏给旁人 你们退下 退出万里之外 不得入内 雪玉国的化神修士 纷纷退出 他们来时气焰汹汹 退时心惊胆战 这明显的反差 让很多人内心充满了苦涩 与对王灵的畏惧 一字之威 便已然相当于应变修士 王灵身子一动 脚下踏步间 整个人立刻腾空 向着李元峰一拳轰击而去 拳风未到 但空中已然传出呼啸的破空之事 李元峰 两年前之事 今日你我做个了断 王灵冷喝中 身影瞬间来到李元峰身前 拳头轰然间落下 李元峰目光阴沉 身子向后退去 右手一拍储物袋 顿时一个手掌大小的黑皮小鼓 出现在手中 一碰之下 此鼓立刻传出震震咚咚之声 这声音极为诡异 不似鼓声 反而像是心脏的跳动 响动间 王灵立刻察觉 心脏跳动 被一股奇异之力牵引 他神色如常 目光冰冷 轻哼一声 右拳未停 轰然落下 李元峰面色一变 手中小鼓声音更大 更快 王灵低吼一声 牵引心脏跳动的奇异之力 顿时崩溃 他一拳轰击在了那小鼓之上 哄 李元峰身子在退 小鼓碎裂 化作飞灰消散 王灵面色冷峻 向前逼去 李元峰 这就是音变期的实力吗 王灵追击中 冷淡地说道 李元峰盯着王灵 退走间低吼一声 双手掐绝 默然间按在胸口 顿时从他口中吐出一道金光 这金光瞬间变大 化作一个高约十丈的冰雪巨人 李元峰身子一动 整个人消失在了冰雪巨人之内 巨人大吼一声 声音直入九霄 四下轰隆隆地传递开来 王灵目光一鸣 这巨人的样子 与当年红蝶用出的法宝几乎一摸一样 但个头却是略小 巨大吼叫中 脚步向前一踏 轰然间向王灵撞击而来 王灵目光闪烁奇异之盲 古神肉身的强大 只是在那天道使者一战中略有挫败 此刻面对这巨人 王灵大笑一声 身子向前一冲 与那巨人轰击开来 砰砰砰 连续的拳头 撞击声 疯狂地传递开来 大队随着二人不断的战斗纷纷碎裂 天空的裂缝越来越多 好似要崩溃一般 每一拳挥舞而出 王灵的目光都会跃寒 三星骨神的肉身 其强大程度 已然不可思议 他甚至感觉不到痛楚 每一拳 都仅仅是有些发痒而已 反观李元峰化作的巨人 每一拳后 其身体便会出现一些细密的裂纹 每一拳 他都会怒吼 不断地后退 李元峰 今日 你必死 王灵一拳轰出 碰 李元峰再次退后 他的全身碎裂之纹越来越多 碎 王灵大鹤中 身子轰然间撞击而出 直接轰击在了巨人胸口 巨人全身传出 震震咔咔声 一块块碎冰落下 最终彻底坍塌 李元峰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从其内飞出 他双目通红盯着王灵 嘶声吼道 曾牛 若非老夫受伤未愈 岂能让你如此羞辱 罢了 老夫拼了修为跌落 今日也要杀了你 应变修饰的神通 除了意境之外 便是先例 李元峰双目阴沉 双手在身前掐绝 顿时一股奇异之力 从他身体内疯狂的宣泄开来 一片片茶叶出现在李元峰的四周 这些茶叶均都是晶莹剔透 阵阵奇异香气 向四周扩散 意境实质化 王灵目光一闪 他之前深受李元峰意境茶痕时 便心中生起一个念头 应变修饰 应该可以使得自己的意境不再虚幻 而是可以形成实质 此刻一见李元峰的意境攻击 这个猜测 立刻有了答案 实际上 寻找李元峰的一战 报仇固然是目的 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 王灵为了自己的应变期做准备 到了他这个修为的程度 感悟天道 固然是方法之一 但与应变期战斗 同样也是让自己拥有更多体悟的方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这也是王灵来到雪玉国的重点 那便是有关那自称是司徒男的断臂虚影的线索 盯着李元峰身体四周的茶汁意境 王灵深吸口气 骨神肉身内的元神立刻散开 沟通天地 顿时 原本被李元峰的 已经封锁的整个天空 好似有一双无形大手撕裂一般 生生撕开一个缺口 一道灰芒 从其内疯狂的宣泄而出 这灰芒越来越多 最终 一个占据了大半个天空的巨大画轴 陌然出现 生死轮回轴 分身与本尊结合 那么意境是否也有异变 王灵想到了当年占天道轮回之时 本尊身体后形成的虚幻之影 他内心一动 陌然间在他的眉心 三个字融合后便隐去的心点迅速出现 急速转动起来 紧接着在他的身后 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出现 这虚影头顶天 脚踏地 出现后立刻伸出双手 抓住了天空之上的生死轮回画轴 横臂伸展开来 这奇异的一幕 让李元峰目瞪口呆 正正地望着天空 许久说不出话来 他虽说早就知晓 这憎牛的意境乃是生死 但此刻突然看到那巨人的虚影 内心不由地动摇起来 这 这是什么意境 王灵深吸口气 他没想到 古神的虚影 与分身的意境 居然可以如此结合 他心念一动间 右手向着李元峰一指 天空中的巨大虚影 手中画轴一抖 顿时一道灰气从其内扩散而出 居然形成一个 好似天道使者一般的半透明幻影 这幻影看不清面目 整个身子完全由灰气构成 他出现后立刻 向下飞来 向着李元峰冲去 一股当年被孙太仙雷追击时的危机感 顿时在李元峰心中生起 他没有任何犹豫 大喝一声 茶净 顿时 他身边的一个个茶痕迅速变大 居然形成一朵朵 茶花在四周旋转 阵阵 奇异香气越来越浓 灰气幻影 莫然来临 一冲之下 与那些茶痕撞在一起 无声无息间 幻影消散 但 那些茶痕 也随之崩溃 这种崩溃 是在瞬间完成 几乎眨眼的功夫 李元峰身体四周的所有茶痕 全部消散 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笼罩四周的意境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时 亡灵感觉原神一阵虚弱 好似某种力量被抽走一般 天空之上的生死轮回化轴 消散 连同那巨大的虚影 也缓缓散去 李元峰面色苍白 身子一晃 喷出一大口鲜血 你不是化神后妻 你的意境 居然已经达到了因变 李元峰盯着亡灵 面色苍白 但双目 却是流出疯狂 仙力 李元峰不顾身体内被压制住的伤势 调动了仙力 他的手中 更是多出了一块仙力结晶 一丝丝仙力 在他体内疯狂地涌动 可以吸收仙力并且使用 这是应变期的典型标准 此刻 李元峰把体内的仙力 全部调动而出 一股庞大的威压在他的身体上 疯狂地宣泄而出 亡灵神色如常 右手一拍储物带 顿时魂翻在手 一抖之下 无数魂魄呼啸而出 在他身前形成密密麻麻的黑气 同时 静翻也出现在他手中 灰舞下一道道静气咆哮出现 此刻远远看去 亡灵身体四周 完全被旋转的黑雾笼罩 好似一道飓风 李元峰盯着亡灵 露出一丝凝笑 双手掐绝 顿时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冰球 在他身体四周出现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法术 血欲修饰中 几乎人人均会 但 此刻 这些冰球内 却是蕴含了 可以毁天灭地的威能 曾牛 受死 李元峰大鹤中 双手默然向前一推 顿时 他身边的冰球立刻一震 疯狂地向着亡灵飞去 魂魄与禁气 一碰到这冰球 没有半点停滞 迅速消散 化作青烟 亡灵目光闪动明亮之光 他能感受到 在这些冰球内 均都有鲜力蕴含 只不过数量稀少而已 看看这拥有一丝鲜力的冰球 到底有多强 他身子一动 快若闪电冲出黑雾 低吼一声 又全轰然而出 与一个冰球轰击在一处 轰隆隆 一声惊天动地 整个血欲国 甚至四周无数灵国 都感受到了巨大轰击声 轰然间回荡 整个血欲国的大地 在这一刻疯狂的碎裂 厚厚的血层也全部坍塌 亡灵的身子迅速后退 他的右拳 微微有些颤抖 一阵阵寒霜在拳头上涌现 但瞬间便消失 若我到了应变期 可以操控仙力 魂帆之内有了仙力流入 其内魂魄威力定会大增 同样 静帆的静气中 蕴含了仙力 这两样法宝 定会比之以往 都要强大无数倍 甚至于 仙剑若是灌入仙力 定可发挥极大的威力 与之前 绝对是天壤之别 在这一刻 亡灵前所未有的 期望应变期的到来 他的双眼 闪烁强烈的光芒 曾牛 给我死 李元峰双目通红 青筋冒起 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但他的身子却是轻颤 这是仙力透支的征兆 他毕竟不是自己修炼之应变 强行提升下 体内可调动的仙力 还是太少 本章完 第389章 朱雀星天资最高之人 小说 仙力 作者 尔根 在亡灵后退的瞬间 剩余的冰球 带着狂猛的呼啸之声 急驰而来 接二连三疯狂的撞击 砰砰 冰球向亡灵撞击而来 他双拳迅速挥出 但冰球太多 且轰击中 威力叠加之下 形成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大咆哮 整个雪玉国的大地 在这一刻 再次多出了无数的裂痕 李元峰面色猙獰 喝道 曾牛 死 亡灵的身子 在那巨大的冰球轰击咆哮中 好似流星一般被砸落在地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丝青烟从其内冒出 被风一吹 顿时消散 只不过李元峰的面色 不但没有松缓 反而更加阴沉 因变神通果然玄妙 只是 以这冰球内蕴含的先例 实在太少 一个冰冷的声音 从深坑内传出 但见亡灵的身影 缓缓从深坑内飘出 他的衣衫有些破损 但目光却是明亮 李元峰面色难看 盯着亡灵 咬牙之下一拍储物袋 顿时一对铜钟出现 他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落在铜钟之上 亡灵看到那对铜钟的瞬间 一眼就认出 此物正是当年幻化出 自称司徒男制人的法宝 双目立刻闪动 凤 李元峰双手掐绝 口中喝道 两个铜钟立刻变大 其上符号闪烁不止 把喷在上面的李元峰精血 全部吸收 顿时 铜钟之上出现裂纹 顷刻间 两只干枯的手臂立刻出现 在这两只手臂上 散发浓密的黑雾 这黑雾中透着极重的阴寒气息 疯狂地四散而开 李元峰神色猙獰 带着浓郁的疯狂 这两个铜钟 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法宝 自从多年前得到后 一直以元神祭炼 到现在为止 已然操控自如 且 李元峰大喝中 右手一点亡灵 顿时那两只干枯的手臂之上的黑雾 立刻沸腾 转眼间便化作两个完全由黑雾组成的人影 这两个人影看不清面貌 此刻一动之下 一左一右向着亡灵冲去 人还未至 阴寒之气便已然扑面而来 亡灵目光一闪 冷哼一声 之前他修为化神中期 并未与本尊融合 不敌这黑影断臂 但此刻 他却是不惧 身子一动冲上前去 双拳挥舞 砰砰 两声巨响 那两个黑雾组成的影子 立刻传出闷哼之声 黑雾好似被狂风吹过一般 向后散去 露出其内两只断臂 亡灵目光一闪 双手掐绝 向前连点两下 顿时两道灵力迅速飞出 落在断臂四周 凤 亡灵低吼 灵光立刻化作铁链 瞬间便把断臂锁住 那两个断臂立刻挣扎 亡灵双手一动间 近翻与魂翻飞出 分别落在两只断臂四周 凤 亡灵再次低吼 两翻一抖 形成一黑一紫两团迷雾 彻底地把断臂包裹 同时 亡灵一拍储物袋 两个铃铛飞出 在他一点之下 立刻变大 从天落下 分别照在旗上 这一切都是在眨眼间完成 李元峰面色苍白 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亡灵岂能让他逃走 身子一动 以骨神肉身的速度 踏步之下 便来到李元峰身前 亡灵目光寒芒一闪 右手轰然而出 碰 李元峰口喷鲜血 身子好似流星 远远地抛开 亡灵脚步再次一踏 出现在李元峰的上方 大喝一声 拳头又一次落下 这一次 李元峰再次喷口鲜血 身子从天降下 摔在地面 顿时 他身体四周百丈之内 立刻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李元峰嘴角吐出鲜血 双眼昏暗 但却仍然有一丝恶毒涌现 老夫即便是死 也要拉你垫背 李元峰大吼一声 双眼通红 身体内散发出一丝疯狂的毁灭气息 应变气字报 李元峰 你这一报之下 我大可撕开裂锋一走了之 只不过整个血域却是都要为你陪葬 你找到的垫背之人 不是我 而是整个血域国 亡灵神色如常 目光平静 淡淡地说道 说着 他右手在虚空一抓 顿时一到空间裂锋出现 其内吹出阵阵寂灭之风 但对王灵来说 此风却是没有任何影响 李元峰眼中露出挣扎之色 他虽说为人自私 但毕竟出生在血域国 是血域国之人 对血域国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 少请 他惨笑一声 放弃了自暴了 曾牛说得对 自己的自暴伤不伤得到对方还是两说 但血域国 却是没有任何悬疑的 一定会消失在朱雀星 他目光一宁 盯着王灵 深吸口气缓缓说道 曾牛 老夫败了 但此事与血域国无关 你莫要赶尽杀绝 若你同意 老夫心甘情愿任你处置 王灵目光冰冷 右手隔空一点 抽破之术立刻展现 化作一道灵光 印在李元峰眉心 李元峰没有抵抗 而是轻叹一声 留恋地看了一眼四周熟悉的大地 闭上了双眼 抽破 王灵轻声道 顿时 李元峰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地萎缩 转眼间 他的全身 已然成为了皮包骨 一团闪动紫金色的幽光 自他的眉心飞出 因变七魂魂魄 王灵双目一凝 大手隔空一抓 立刻把此魂魄抓住 封印后收入储物袋内 一代枭雄李元峰 就此身亡 王灵沉默少寝 抬头看向 那被铃铛与双方 控制住的两个断臂 右手一照 收入手中 随后身子一动 飞向半空 此刻 血玉国的那些化神修士 一个个均都以神识 看到了之前的那场战斗 亲眼目睹了李元峰的身亡 一股悲愤涌上心头 王灵身在半空 神识横扫整个血玉国 传出一道神念 从今天开始 血玉国不允许有化神以上 修士存在 不允许有任何修真门派存在 否则 我还会再来 王灵元神意境一动 顿时天空之中 再次出现了生死轮回化轴 在王灵一点之下 这化轴之内 飞出十多道灰气 转眼间向四周散去 钻入血玉国 每一个化神修士体内 封 一字之下 所有的化神修士 修为立刻被王灵的意境所封 与当年李元峰封印王灵一样 在这些化神修士的额头上 此刻均都留下了两道痕迹 这两道痕迹一轻一重 代表生死 他们的修为 遗落千丈 做完这些 王灵一拍储物袋 文兽飞出 拖着他向远处飞去 渐渐消失在天边 此战之后 曾牛失踪在线的传闻 立刻传遍整个朱雀星 曾牛之名彻底的坐实 应变七下第一人 甚至有很多人确信 这曾牛修为已然应变 没有人怀疑曾牛的实力 战胜应变七里元峰 封印异国化神修士 把一个五级修真国硬生生的逼落两级 成为三级修真国 这种事情 让所有知晓之人 纷纷震惊 纷纷失色 此刻 在某个三级修真国的一座小镇内的胡同里 坐着一个老头 在他身前 还放着一个小盆 里面零散地放着一些童子 这老头全身邋遢 棚头散面 在他的身边 恭敬地站着一人 此人面宽而大 相貌奇异 若是王林在此 定会一眼认出这个熟人 这曾牛好大的手笔 居然可以杀了一个应变七修士 不简单 老夫我当初果然是慧眼啊 嗨 老头摸了摸下巴 抬头看了看身边那人 又道 曾牛帮你使得雪玉国 成为三级修真国 你也帮他一把 去挥挥那个柳梅 你戴着我的草帽 如此一来即便不敌 也可逃走 看看这小辈的谦幻无情道 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 面宽而大之人 恭敬地称是 抬头中遥望雪玉国方向 眼中露出一丝回忆与惆 带此人走后 老头站起身子 把盘里的童子一一拿起 放入怀中 自语道 还差十二年 朱雀子 老夫当年与你赌斗 输者自罚千年 还有十二年 老夫便自罚结束 他深吸口气 身子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真是头痛 老夫选取的四人 就属这个子星最麻烦 没事惹那曾牛干什么 被扔入空间裂缝内 还要老夫去把他带出来 若不是此女士日后 前锋小辈的倒心裂痕 老夫才不去救 前锋 前锋 此子 是老夫一生所见 天资最高之人 红蝶与他比较 都差上一筹 曾牛与李元峰的一战 传遍整个朱雀星 能让一个五级修真国 跌落至三级 这种天大的事情 几乎所有修士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此刻 朱雀国的朱雀山上 后山禁地中 前锋捏碎了手中的传音欲剪 他目光闪动 少请之后 自语道 曾牛 杀了李元峰不算什么 他只不过是一个强行 提升上来的废物而已 若你能杀死那具魔族老祖 那么你才有资格 勉强成为我的对手 在他的身后 红蝶安静地站着 双目空洞无神 前锋回头看了红蝶一眼 邪义一笑 说道 绝情 想不想再与这曾牛一战 这可是你当初 原神寂灭前的最大冤枉啊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章 十亿尊魂翻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在整个朱雀星 流传曾牛 与雪域国一战的传闻时 这曾牛 却又再次失踪 亡灵离开了雪域国后 立刻寻找一处幽静之地 拿着封印的两个断臂 整个人进入到天逆空间内 他此刻站在司徒南那巨大的原因之下 两只断臂再来到这里后 立刻被他解开封印 在解封的瞬间 这两个断臂 立刻诡异地飘起 在司徒南巨大的原因四周徘徊 王林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他之前 便猜测 这两个断臂 是当年司徒南的肉身 此时内心更加确信 司徒南的原因 几百年来第一次传出了一丝颤动 紧接着 一股金芒从原因上散出 立刻把断臂笼罩在内 慢慢地 断臂向着元神靠拢 最终消失在了原因体内 王林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司徒南的原因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从半透明的状态 慢慢凝食起来 少请 原因之上的金芒消散 再次归于平静 此刻的司徒南原因 已经彻底凝食 只不过仍未苏醒 当年司徒曾说过 只有我到了因变期 才具备就他苏醒的神通 当年他语焉不详 此刻看来 恐怕与仙力有关 王林沉默少许 看了司徒南的原因一眼 随后目光投向一旁的父母魂魄 他正正地看了许久 苦涩地说道 爹 娘 孩儿本应送你们进入轮回 可我却是不舍 许久 王林轻叹一声 转身离开了天逆空间 那断臂 果然是司徒南之前的肉身 就是不知 在这朱雀心上 是否还有这残破肉身存在 王林从天逆内走出 抬头看向远处 那里 是巨魔族所在方位 李元峰的魂魄我已经探查过 他当年也是偶然中得到这两个断臂 并没有其他线索 王林微微摇头 脚步向前一踏 身影消失 先见在巨魔族老祖手中 必须要取回 当年孙太与巨魔老祖一战 最终巨魔老祖用处天赋神通战胜孙太 可最后 却是也被孙太的一具童子傀儡所伤 追逐之下生死未知 不过 即便是此人没死 失去了肉身 也定会要寻找一具新的躯体 适应星体的时间可长可短 不知此人现在 是否已经完全适应 王林一步之下 出现在了一处古船宋阵外 巨魔族老祖与李元峰不同 李元峰是强行提升至应变 但这巨魔族老祖 却是凭着自己的修为 一力修炼至应变 况且这巨魔族的战斗方式 与古神有些相似 恐怕这巨魔族的先祖 与当年的古神一脉 有些渊源 如此一来 与他一战 我没把握 王林眉头微皱 在古船宋阵外停下 没有上前 这个船宋阵 其内有一个节点 正是通往巨魔族所在之处 王林脸上阴晴不定 沉吟起来 这些都不是重点 最主要的是 这巨魔族老祖的天赋神通 连应变中期的孙太 都有些顾忌 甚至最终 此人也身不由己地 被吸入那漩涡之中 如此一来 我与巨魔老祖的一战 把握更小 战 还是不战 王林生平很少见的 在这传颂阵外 迟疑起来 战 胜负不定 不战 会错过杀此人的最好时机 若是等他彻底夺赦成功 再杀此人 却是不知要等何年何月 而且 此人急于杀我 定是因为那当年看到了 天逆珠子的巨魔族人之音 王林活了五百年 即便是在吃傻之人 也会成精 更何况他不但不傻 反而极为聪明 五百年的时间 使得他看事情更为透彻 结合蛛丝马迹 他在两年前苏醒之时 内心便已经把事情的缘由看透 王林目光闪动 脚步一踏 进入古传颂阵 拿出一块仙玉 放在阵眼之内 顿时一道虚幻之木出现在他身前 其上有十多个光点闪烁不断 王林右手在其中一个光点上一碰 顿时虚幻之木消失 传颂阵开启 在阵阵光圈灰映中 王林的身影慢慢消失 朱雀大陆北部 披露国内一处古传颂阵 此刻闪烁刺眼光芒 光芒散去后 王林从其内走出 他身影未停 出现后立刻消失 直奔练魂宗而去 练魂宗三峰沉浸在夜色之中 从下向上看 好似刺入月光云霄的三把利刃 带着一丝寒芒 王林的身影出现在练魂宗外 直接穿过大阵 向着九道金色光环飞去 九道金色光环闪动间 一个中年男子现身 看到王林后 脸上露出复杂之色 随后暗叹一声 恭敬的抱拳说道 在下欧阳天见过少宗 少宗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知道 定是顿天已经把与自己交谈之事 告知了这些化神修士 王林抱拳 点头说道 欧阳道友 我要见顿天始祖 欧阳天摇头说道 少宗 顿天始祖已经闭关 灵闭关前曾说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把他唤醒 不过你来此之事 始祖已然猜到 让我在此等候 给你两样物品 说着 他脸上复杂之色更浓 扔出一个储物袋 王林不动声色 接过储物袋 一扫之下 立刻面色变得古怪起来 欧阳天苦涩一笑 说道 少宗是顿天始祖清定的下一任继承者 在下在炼魂宗七百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始祖会把此物给人 虽说并非主番 而是虚幻分番 他之前受顿天呼唤 交给他储物袋 让他等候王林并送出之时 曾暗中神石扫过 顿时震惊不已 若非对炼魂宗忠心耿耿 对顿天始祖极为敬畏 心中定然会生起滔天的贪念 储物袋内 只有两物 一枚玉剪 一杆魂帆 王林拿出玉剪神石一扫 少请 他深吸口气 隔空对着顿天闭关的血环 深深地鞠了一躬 轻声道 多谢 声音虽淡 可王林的心 却是记住了此恩 说完 他向欧阳天一点头 身子向后一踏 消失在了炼魂宗上 欧阳天眼中复杂之色更浓 摇头暗叹 回到了惊环之内 巨魔族的天赋神通威力极大 但这巨魔老祖刚刚应变 神通之术无法全部展开 只能略作挪移 传递出朱雀心外的虚无星空之中罢了 王林没有离开炼魂宗范围内 而是在炼魂峰山顶 拿着玉剪 目光闪动 玉剪内 顿天把巨魔族的天赋神通之术 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王林深吸口气 右手在那欧阳天交付的储物戴上一抹 顿时一道紫金之光 立刻闪烁而出 这紫金光芒浓药刺眼 出现后立刻幻化成为 一杆三丈多高的大旗 旗帜无风自动 发出连绝之声 同时 阵阵 如同鬼库狼嚎般的吼声 从那旗帜内隐隐透出 四周天空顿时更加阴暗 连后月都立刻隐藏在云层内 好似不敢出现 但见那旗帜上闪烁数个紫金之芒 随着旗面的挥舞 好似要穿透而出 吞噬天地一般 十亿尊魂犯 王林深吸口气 目不转睛地望着此番 这便是顿天始祖 放在除物袋内第二五 也正是让欧阳天为之动容的原因 王林这次之所以回到炼魂宗 就是为了向顿天借宝 以助自己 可以杀了巨魔族老祖 把仙剑抢回 只不过 此番并非主番 真正的主番 此刻正在顿天的身边 随他一同闭关 眼前此番 乃是幻化而出的分番 他具备 主番三分之一的威力 同时 只能使用两次 两次之后 便会消散在天地之中 即便如此 这分番的价值 也是无法估计 王林目光一闪 一把握住此番 在他碰到魂番的瞬间 立刻原神一阵 居然从身体内延伸而出 进入到了魂番之中 顿时 一种好似置身于修罗地狱一般的感觉 油然而生 眼中所望 竟是一片片连绵不绝 无法估计的魂海 铺天盖地呼啸而来 将它淹没 阵阵惨叫 与各种痛苦的声音 好似一波波强猛的攻击 默然间冲击而来 落在王林身上 他顿时有一种被上意魂魄撞击之感 以他的身体强度 在这无形的攻击之中 都立刻有一种骨肉分离之感 但更让他感觉震惊的 则是原神居然有了崩溃的迹象 仅仅一次冲击便让他无法抵抗 握住此番的右手 轻轻颤抖 王林双目闪动明亮之光 他立刻收紧心神 运转当初遁天所赠的欲解内锁神之法 十亿尊魂帆是炼魂宗的第一宝 甚至在整个朱雀星上 此番也可以稳稳地压过绝大部分法宝 成为顶阶的存在 此宝与射神车 与之仙剑一样 都需要独特的传承手法 来开启 来使用 此番的祭炼便是锁神之法 在炼魂宗 到目前为止 连同王林在内 也就只有两人会着锁神之法 与战神车不同 战车王林虽说有传承 但却实力不足 无法彻底开启 所以 发挥的威力不如想象般强大 但这魂帆却非 此番对于修为的要求 虽说也有 但却远没有射神车所需那般 以王林现在 与本尊合体之后的修为 足以御驾此番 锁神之术 在王林体内运转 少请 在魂帆内的魂海内 王林的元神 立刻散发 震震妖异之芒 在这光芒之下 所有铺上前来的魂魄 纷纷尖叫的四散开来 在那些魂魄中 有十二个紫金魂魄 缓缓飘到王林元神四周 在这些魂魄身上 散发出震震强大的魂力 对着王林 这十二个紫金魂魄 深深地败了下来 本章完 在这些魂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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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了